雪碧同學 如果 您要去地檢署按零申告 你要記得帶訴狀啊 你沒帶訴狀去 只按了一個零 就跑走 男家怎麼知道你要告什麼呢 雪碧同學 如果您要去地檢署按零申告 你要記得帶訴狀啊 你沒帶訴狀去 只按了一個零就跑走 人家怎麼知道你要告什麼呢 雪碧同學 你的律師 就可以直接幫你地檢署到地檢署去了 不需要去做那個按零申告 這件事情 就是在作秀 雪碧同學 雪碧強調說 他沒有乾爹 他是白手起家的 白手起家 所以呢 Toyce第一個他說這個 雪碧是破掉的麻布這件事情呢 我個人覺得 成立公然侮辱是用機會的but 人生很重要就是這個but 你說他是破掉的麻布 那我們就看看會不會貶損 他在社會上面的評價 雪碧在社會上面評價是什麼 情色教主 你沒意見吧 法院認證的小三 你有意見嗎 所以有沒有貶損雪碧 在社會上面的評價呢 這點我們就是有爭議的 說回去伺候乾爹這句話 究竟有沒有成立誹謗呢 究竟是不是在說 雪碧就是被包養呢 這個部分呢 我覺得是完全不會成立的 水那麼湊 被打一次應該的好不好 去看完影片好不好 破XXXX 很可憐 水那麼湊 被打一次應該的好不好 打人是不對的 可是你就是用言語挑釁激怒到人 你就是不對 他帶著小孩子應該是有預謀性的 雪碧 雪碧 哎呀這個人我見過一次 我朋友的這個居酒屋 跟我還碰過酒杯 跟小女孩兩個時候 算老彈 去看完影片好不好 破XXXX 回去好好伺候你的乾爹就好啦 別出來五四三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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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